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让世界艺术指针播到了上海时间 一批在世界一谈响当当的名家名团 分支塌来 让中外观众充分感受到了 这场艺术盛会的多元精彩 近日 美国国宝级的芭蕾演出团体 美国芭蕾舞剧院 受上海大剧院和艺术节的邀请 时隔23年再次登台大剧院 此次该团带来了 享有芭蕾之冠美誉的 古典浪漫主义芭蕾舞剧《吉塞尔》 和及三部横画65年时光的 现代芭蕾作品《金翠》《午夜星辰》 十二位首席舞者和独舞演员 领衔的强大阵容 展现了力量与优雅的纯粹之美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吸引力 非常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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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现演的音乐会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夫曼芭蕾舞团带来的 首次访华的芭蕾舞剧 《叶弗盖尼·奥涅金》 由当今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家之一 马祖耶夫一晚演绎全套 舞手拉荷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的 马拉松音乐会 英国印度裔舞者 阿卡什·奥德拉 与中国知名舞者 胡沈元 共同编创的现代舞作品 《无尽之境》 阿库汉姆的现代舞作品《至盛心魔》 也相继亮相深层舞台 令观众应接不暇 回响热烈 这种我觉得对我们市民的文化生活来看 肯定是非常好的 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 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 或者其他民族的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这个芭蕾舞台全球很出名的 我们特地从宁波赶过来看它 上海的这些艺术节的活动 都非常的难得 在国内有这么好的演出 高水平的演出 今年的艺术节 内容特别丰富 而且整体上演出质量都非常高 中西共荣 可以说是三年以来 上海艺术演艺市场的一个盛世 高雅的艺术 新潮的剧目 先锋的作品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交流碰撞 百花齐放 艺术节的精彩还在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